好来看女性潘慧如不久前在这个内湖买了一个房子 她想在家中打造一个空中花园 所以找了一位建商 而她的说法呢是建商估价80万 而且跟她讲啊 这就当做是做口碑请一人打个广告 施侯却跟她要131万 价钱都不拢 目前闹上法院 六段上的这栋大楼呢 就是一人潘慧如的住家 她之前因为找来王姓建商 替她打造空中花园 因为费用谈不拢闹上法院 潘慧如在内湖的住家 是她大约五年前买下 66瓶要价2000万 位于大楼五楼 去年二月 她为了打造顶楼的空中花园 找来建商王恒通帮忙 潘慧如经纪人表示 一开始预算是50万 后来王恒通估价之后 说要80万元 但她说就当时做广告 做口碑所以不收费 还疑似透露出 想追求潘慧如的举动 装修完大概两三个月之后 那个人就是发了一个 很奇怪的邮件给慧如 那主要内容就是 因为好像那个 在邮件里面有提到说 好像希望慧如 慧如的妈妈 希望她来照顾慧如这样子 那但因为慧如妈妈 其实已经过了好多年 那这件事情让慧如 觉得有点害怕 但事情爆发之后 却不见人影 公司也没人应门 潘慧如经纪人还透露 一开始根本没有所谓的 一百三十一万工程款 怀疑是王恒通追求 潘慧如遭到拒绝之后 才开出的价码 双方各说各话 事实真相为何 恐怕只有上法院 说清楚了 专属无家闻谈瑞 台北三文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